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473回 对神威的参悟并不只有昆仑一家 但凡历史悠久一些的门派呢 大多都有些这方面的野心 但是若露花费精力最多的 却非四大门派莫属了 薛东眼睛眯了起来 没错 绝不能让这神力传承落到了玄公寺的手上 要不我们也派几个人过去 不妥 林天摇了摇头神色凝重 玄公寺此战师出有名 别含这个借口 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若是我们也派人前去 那就和玄公寺撕破脸皮了 薛东皱着眉头 林天说的没错啊 这件事情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派人 好嘻 想办法通知笑谋哥让他躲一躲 林天觉得问题有些棘手 他完全没有想到 玄公寺竟然为了笑谋哥 竟然直接动用了两名反西七的高手 像反西七这种战略级别的高手 没有到生死攸关的阶段 哥哥们派都绝对不会动用的 看来玄公寺也明白 这一战对他们的重要性 这下麻烦了 左墨脸色很难看 玄公寺可真够看得起哥的呀 反西七还是俩 其他众将的脸色都十分的难看 左墨今天呢 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这信里边说 玄公寺已经派出了两名反虚七的高手 前来刺杀他 前左墨击杀宇帅 让玄公寺对他充满了忌惮 甚至不惜用这样不光彩的手段 来彻底解决这个隐患 虽然说不知道这送信的到底是谁 但是这信大伙明白 十有八九啊 是真的 两名反虚七 秦公寺大派的实力在这个时候展现无遗 为了干掉一个人而动用两名反虚七修者 大概也只有四大有这样的底气吧 这就是实力 哪怕有人通风报信 琢磨他们却无计可施 要不然咱们回远海见 公孙看向了左墨 眼中流露出了深深的担忧 两名反虚七完全有能力在他们的战步中杀尽杀出 若是配合战步 威力更是倍增 左墨一阵苦笑 来不及了 只怕那两名反虚七老贼徒啊 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别寒的默然无语 他也是没有想到 门派竟然会派两名反虚七来刺杀左墨 他在门派多年 知道像反虚七这个级别的高手对于门派来说几乎意味着终极力量的 难道咸空四已经觉得他们能够威胁到门派的生死存亡了吗 他心情有些矛盾 既渴望与贤空四交战 但理智又告诉他 两名反虚七那是个大麻烦啊 左墨的目光忽然落在了别寒的身上 贤空四有几名反虚七啊 别寒一愣很快反应过来 哦五个 有一个是三十年前云游外出至今未归 一个还在闭关 别的是死关 还有一个十年前被掌门派去什么地方 也没有回来 只有这两个人 左墨脸色稍缓 这么说来他们能动用的就两名反虚七 若是我逃跑这两名反虚七 会不会和江哲会合呀 别寒摇聊头 不会的 他们别寒回答的那么肯定 左墨很意外 为什么呀 他们若是和江哲会合 这胜率岂不大增 反虚七也是会死的 左墨听了一话 立即明白了过来 没错啊 反虚七虽然厉害 但是同样会死的 若强力战步不计死伤 未必不能杀死反虚七修者 贤空四不缺战步 绝对不会把反虚七的高手 消耗到战场上 所以这次的行动 是暗中的刺杀 左墨也明白了 为什么玄空四会派出两名反虚七 他击杀了羽帅 在玄空四的眼中 他能够威胁到反虚七的修者 玄空四根本没有办法承受 任何一名反虚七修者的损失 左墨的眼睛这个时候 一点一点的亮了起来 他忽然发现 未必不是没有机会 玄空四一定想不到 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他们原本绝密的刺杀行动暴露 陈思良久 左墨抬起了头 脸上重新恢复了自信 哎 我有个想法 泥土像 尾声握着黑剑屏住了呼吸 很快便用一块岩石 失去所有生命的特征 妈的 又追丢了 一个人破口怒骂 还追什么呀 任人弱弱的问 声音中透露着一丝的恐惧 追 不追我们都得死 追上我们也得死啊 一行人沉默了 不行 在这边下去我们会死光的 那怎么办 等 等 等主公发布追杀令 幻刚落忽然有一个惊喜的说 追杀令 主公发追杀令来了 这下他完蛋了 说话的人松了一口气 是啊 他完蛋了 几个人不约而同的吐出了一口气 当脚不声消失 鬼圣从泥土当中钻了出来 眼中的却闪过了一丝疑惑 追杀令 他摇摇头没有去想 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 布下了警戒的禁制 便进入了入定状态 这整整十天的战斗 让他的灵力和精神都濒临崩溃 若不是他的意志坚定如铁 早就倒下了 第二天他睁开眼 眼中的闪过了一丝欣喜 他突破了 在山洞又逗留了几天 直到他的精气神啊 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他这才起身 掏出了戒图欲检 辨识了一下方向 便悄然的朝一个方向飞去 他并不知道 他听到的那道追杀令 在整个百蛮境引起的轩然大波 什么 他们突然加快速度了 豪帅有些意外 没有改变路线 没有 中年人回答道 看样子 他们已经察觉了 豪帅没说话 他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半赏这才抬起了头 哎呀 看样子 孝摩哥他们已经知道对手是谁了 让下面的人停止骚扰 停止骚扰 岂不是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又不是贤公司的手下 还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 这一仗 贤公司只怕不轻松罢 中年人有些不大明白 父亲为什么会这样说 豪帅的眼中 闪过里斯欣赏之色 小磨哥 好胆色 为什么朝这个方向 左墨一脸不解的问普遥何位 他和曾莲二还有阿鬼正在拼命的向前飞 为了躲过沿途的探上 他们没有乘坐魔际 而是徒步飞行 左墨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计划 他决定把两名反吸气老贼徒引开 带他们兜一个大圈子 就像玄公司不愿意反吸气泡险 左墨也不愿意这两个有能力影响战局的老贼徒进入到战场当中的 左墨对公孙和别寒充满了信心 只要对方这两个老贼徒不参加战斗 左墨坚信他们能够取胜的 只要公孙和别寒打败江泽足够让玄公司乱成一团 拖到了那个时候 那两名老贼徒可没有时间陪着自己瞎逛 他们赶着回去救火 自己的围不就破了吗 这场战斗的关键就是时间的赛跑 一方面是自己这边拖得越久越有力 另一方面是公孙别寒那边 越快打败江泽自己就越早的安全了 若是正面抗衡两名反虚企的老贼徒 左墨呢肯定没有半分的机会 可若是玩捉迷藏的游戏 左墨却丝毫不惧 有狐妖和魏这两个阴险狡诈的家伙在 左墨完全不抗好这两个老贼徒 为了引两个老贼徒上钩 左墨还特意的留下了一丝神秘的气息 上次以林谦为首的四大门派 为了太安膜碑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左墨就知道这些家伙对神里的兴趣不是一般的大呀 没想到刚出营地 扑腰和魏呢便让左墨朝那个方向飞 左墨心里边嘀咕 嗯 有阴谋 森严的大营对于反虚其修者来说 虽然说有点小麻烦 但若是对方没有戒备的话 得手的概率呢还是很大的 对方没戒备 两个人顺利无阻地摸进了大营 没过片刻呀戴涛的表情就有一些古怪 他不在 记忆症面无表情 戴涛的装束就像是一名普通的修者 甚至人们很难从装束上分辨他到底是哪一类的修者 记忆症就截然相反了 光头念珠袈裟 一看便是典型的禅修 唯独让人侧目的是他那张冷静如岩石的脸庞 没有半点禅修的祥和之气 反而呢 肃杀森冷让人是望而生畏 这戴涛呢 并非是玄空寺出身 他是散修 为了能够突破反虚期 这才加入了玄空寺 玄空寺庞大的资源和明目繁多的典籍 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他也成功突破了反虚期 而成为了玄空寺的长老之一 纪正则是玄空寺最嫡系的弟子 他的父母皆是玄空寺的弟子 他从小在室内长大 他天资过人是室内重点培养的弟子 他本身呢 亦是修炼狂人 对其他的事情啊 没有半点的兴趣 他的心思纯净 在修炼上顺风顺水 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纪正忽然偏过了头 走到了一处角落 当脚步踏到了草丛 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庞第一次发生了变化 双目陡然爆出了两团精芒 神力 神力 戴涛一愣 当他走到此处 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变化 悚然动容 好纯正的神力啊 莫非此次身上有神力的完整传成不成吗 对 既正没有半点的迟疑 断然说道 戴涛呢 犹豫了一会儿 如果说借机把别行干掉 对对方的打击 那可谓是毁灭性的 不过呀 他很快按耐下了这个念头 相比之下 孝摩哥身上的神力传承 对他的吸引力还是更大的 神力传承 他心头微微的燥热 若是能够得到神力传承 说不定自己有可能突破到大城起啊 大城起 修真的最高界代表着天地之间最强大的力量 有多少年修真界都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城起了 能够突破反虚期 其实对于戴涛来说 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不过他心里边也明白 若是没有玄空寺 他根本不可能突破反虚期 所以呢 对于那更遥远飘渺的大城起 他心中是没有半点念想的 但是突然出现的神力传承 却都忽然看到了一丝希望 玄空寺内对神力的参悟非一日之功 戴涛身为一寺内最高阶的力量之一 自然参加其中 虽然迄今为止 玄空寺依然没有很显著的成果 但是神力已经被确定是比灵力更高阶的力量 对于普通的修者来说 这和他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灵力修炼 浩如烟海 几乎无边无际 但是对于这些 他们已经站在了修者体系 几乎最顶尖的修者来说 其实如此的诱人 两人迅速消失 数十席过后 就在刚才两人所在的不远处 一个身影呢 缓缓地从虚空中一点一点的 幻化成形 赫然 却是罗黎 一个时辰过后 消磨哥站不开拔 全速前进 老舌我说 为什么要走这个方向 左摩一脸不善地看着不要和味 哼 哥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你们两个卑鄙阴险 狡诈无耻的家伙 休想背着我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左摩这番话说得又急又快 不过显然呢 面前的两个人是绝对不会被这种程度的语言所打败的 是好事 为一脸笑容 反虚气可不是那么好躲的 狡妖这次绝对是在威胁啊 不过皮厚心黑的小孟哥对这样的威胁同样免疫 大伙都是一条船着的 向我有意思吗 你们能逃得掉吗 这次是真好事 魏依然呢是一脸和蔼可亲 左摩瞥脸扑腰 心里边有一些奇怪 哎 这货今天居然没有和自己抬杠 不正常 啥好事啊 其实呢 我们当年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的 魏稍微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说道 左摩一愣 但是旋即两眼如同无数金石在闪耀啊 金石 哦不 魔匪 还是传说中的千古大宝藏 当年你们那么厉害搜刮的财宝 哈哈哈哈 哎呀哎呀 发财发财发财了 石海里边左摩手舞足蹈激动不已 财宝 为一脸呆滞 哼 我就知道 他呀叫这得相 蒲腰一脸不屑 平静的片刻 蒲腰额头的青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根根凸起 强自平静的表情的一点一点的便猙獰了 血腥之中 愤怒狂泛的光芒就像是火焰一般 越烧越旺 两排牙齿 煜抹 这就像两把钢刀在来回的摩擦 você orem 是啊 それは心中极怒啊 不 不是财宝啊 琢磨一下子愣住了 满脸失落 哎哟 这 不是财宝 太让我失望了 哎 好歹当年你们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啊 他们穷范成这样啊 隶嘴 仆妖强自一怒出愤怒瞬间爆发 你这个白痴混蛋 你就知道混痴等死的二货 耻辱啊耻辱 我居然有你这样的学生 简直是太耻辱了 你懂什么呀 天下我们当年争夺天下横扫四方 我们的雄心壮志 你这个只知道钱钱钱钱的家伙 怎么可能理解 愤怒的仆妖直接点燃了 琢磨石海里边的火焰 暗红火焰布满了天空 仆妖的宛如暴走的魔神 琢磨这个时候可是一脸茫然啊 看着天空居高临下 指着他破口大骂的仆妖 吓一声的嘀咕 这这是哪一出啊 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让满天的火焰一致 仆妖的咆哮之声 戛然而止了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真世界第474回